全部把王兴宇关在了仓库里,陈嘉欣给王兴宇送来心理粽,还准备了被褥,同时陈嘉欣也向王兴宇道歉,希望王兴宇不要责怪母亲。 王兴宇无意中发现了陈嘉欣以前的日记本,拿出来调侃陈嘉欣,王兴宇非常害怕仓库里的蟑螂,让陈嘉欣踩死那些蟑螂,陈嘉欣却不愿意杀身,抓住蟑螂拥持绝,王兴宇担心那些蟑螂回来,陈嘉欣将去楼下来,等着王兴宇睡着了再离开。 王兴宇发抖,却还准硬说是肌肉颤抖,此以王兴宇就带来了很多加点,还有王兴宇和陈嘉欣的结婚证,王兴宇告诉陈姆,陈嘉欣的孩子出生就是承结集团的接班人,正在此时王兴宇请来看到了陈嘉欣的留言,陈嘉欣担心孩子会给王兴宇和神案纳败了困扰,王兴宇飞登去仓库,陈姆也带着孩子拉着王兴宇一起去医院,陈嘉欣不常紧张地来到医院,就在手术室里等待着做检查,王兴宇在布昌� 看到陈嘉欣担心的影像,男人看着影像里孩子还是一个小心理的样子都充满了喜爱,陈嘉欣拿着孩子的影像落泪,王兴宇下面决心要让陈嘉欣生下这个孩子,希望陈嘉欣也能答应生的孩子,陈嘉欣简直不敢相信可以留下孩子,王兴宇再次确定,他希望孩子能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,王兴宇和陈姆一看见检查的影像就非常开心,听陈嘉欣说起孩子上一个心理大响,就立刻表示要把孩子请到王兴宇,陈嘉欣的命运 从此为了改变,再也不是当年的丑小娃了,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命运的捉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